在华夏的历史上 五湖乱华时期是最为黑暗的一页 现在的我们往往又将那段时期称之为神州路程 在那个时代中朝代更替频繁 战乱四起 百姓苦不堪言 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在于 当时各个政权的统治者 普遍处于一种野蛮未开化的原始部落状态 根本驾驭不了国家政权的体系 那么今天以太便来介绍一下五湖乱华时期 后兆政权石虎家族的残暴历史 截足首领石乐在入主中原之后建立了后兆政权 石虎本是石乐的侄子 在石乐去世之后 篡位登上地位 也许是基于皇位已久 一朝攻城之后 石虎一直压抑在内心中的嗜血基因 便开始肆无忌惮地显露出来 石虎山战 其率领的部队作战能力之强 在当时无能铺其右者 但是在战胜之后 他往往会以屠城的方式 来满足麾下氏族嗜血的欲望 有一次石虎率领麾下四万铁骑 进攻西近的青州地区 由于石虎的部队战斗力极强 所到之处 各地郡县纷纷望风而降 沿途之上 石虎每攻下一座城池 都会对城内的抵抗军民尽数屠杀 当他的部队打到广固山东异都时 当时的守军统帅安东将军 曹仪自知不敌 也只能开城投降 而此时的石虎突然杀进大起 竟是要直接将广固城中的曹仪 所率三万军民尽数坑杀 此时 随军的后召青州刺史 刘征实在看不下去了 便对石虎说 既然让我在青州围观 现在您把活人都杀光了 我怎么来为您治理这个地方呢 今后大军所用的钱粮朝廷的赋税 让谁来缴纳呢 石虎文言哈哈一笑说 也罢给你留七百活口 于是广固城内留下七百个活口 其余的被全部活埋 仅仅从这一次势力当中 我们便可以看出石虎生性是何等的残暴 当权者是人命如草芥的狠辣 其治下的百姓是何等的凄惨 便可想而知 除了嗜血好杀 石虎整个家族的荒芸程度 在历史上更是留下了 倾竹男书的一笔 他在篡夺皇位之后 立即便下旨 在后照境内征集 13岁以上至20岁以下的 美貌女子拿入自己后宫 这里要着重强调一点 那就是 这些女子无论是否已经结婚 旨意以下居事哗然 可想而知 其为了供自己淫乐 会让后照境内多少百姓家庭 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果然各地官吏为了迎合上议 竟然抢多人负9000多人 甚至逼得许多人自杀身亡 俗话说 有其父必有其子 石虎的儿子 十岁的荒芸无耻 程度较之石虎更是更生一筹 十岁是石虎的长子 在他被立为太子之后 便开始肆无忌惮了起来 他有一个嗜好 就是跑到臣子的家中 兼营他们的妻妾 石虎手下的臣子稍有不从 便会遭到血型的报复 那些受害的臣子们 舍于石虎夫子的残暴 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在宫中 石虎做得更加过分 每当石虎看上一名 宫中的美貌女子 他就会要求这名女子 精心的梳妆打扮 然后命令士族阁下 这个女子的头颅 放在盘子里供自己和大臣观赏 有时候石虎还会一时兴起 将宫中女子 奸淫之后杀死 然后将女子的尸体 大卸八块 然后和牛羊肉一起混煮 与自己身边的侍从一起品尝 暴月 嗜血淫乱 已经成为了石虎家族 进入骨髓的基因 正是在这样的天性驱使之下 他们开始逐渐走上了 自相残杀的道路 石虎对待下属极为残暴 而对待自己的长子十岁 同样也不遑多让 懂者打骂 而最让十岁不能减受的是 石虎似乎逐渐对他这个长子 愈发的疏远 而开始偏爱石轩等幼子 这位石虎似乎是一个 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人 他竟然公然对百官宣称 皇帝并不称职 总有一天 我要学矛盾 善于做杀父创位的事情 接下来石虎纠集文物官员 及骑兵五百余人 宣称要前往冀州 杀死自己的二弟石轩 这下子事情大发了 随行的官员和士族都不是傻子 自然不会跟着石虎 这个傻子一起犯傻 部队刚出夜城 不足十里地 大家就极有默契的纷纷逃散了 知道消息的石虎 当即派遣部队 把石虎抓了起来 处于愤怒中的石虎 直接下令将石虎及妻子死 共二十六人全部杀死 连同牵连的党羽二百余人 也一并被处死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 石虎算是开启了石虎家族 自向残杀的潘多拉盒子 接下来尚未当上太子的石轩 上来就暗杀了自己的五弟石涛 并且在石涛的葬礼之上 翻抗其尸体 并肆无忌惮的大笑 石虎闻之暴怒不已 他开始报复 为了自己被杀的儿子 而向自己的儿子报复 石虎命人 用铁环穿透石轩下巴 找来当初石涛被杀害时 所用的凶器一把刀 让石轩舔上面的鲜血 然后又命人割掉石轩的舌头 砍断手脚挖去双眼 剖腹之后火火烧死 除此石轩之后 石虎开始处理石轩的家眷之侍从 石轩亲儿九人全部斩首 侍从三百余人被残忍的车裂儿子 其中《自治童简》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石轩的小儿子自有乖巧 很得石虎喜爱 当时这个小孩抱着石虎的腿 哭泣着祈求不要杀他 石虎心中不忍 于是抱起自己的孙子 想要赦免他 但是其手下的大臣 却担心孩子长大了报仇 直接从石虎怀中 将自己的孩子抢走杀死 晚年的石虎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们 为了争夺皇位 而自相残杀 而无力阻止 最终只能在悲伤与绝望中 寒恨离世 然而石虎却不知道 在他身后 其剩下的儿子依然如豺狼一般 继续自相残杀 而他的养孙 冉敏趁其做大 最终夺取了后兆政权 篡位建立冉位 而亲眼目睹了 杰族政权统治集团 残暴的所作所为之后 冉敏在国内 直接颁发了杀狐令 使得杰族三十多万人 被全部屠灭 自此之后 杰族便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优优独播剂